前大懺悔 平常星期假日 习惯来到国华环保站做环保 而这一天 大家可是盛装打扮 参与御佛仪式 透过连线与金丝金社同步 祈求平安 也为家人祝福 行动不必的李秀软 和将近90岁的妈妈一起来 妈妈前一晚还开心地睡不着觉 妈妈已经快90岁了 那身体不是很好 那我每天都期望 他能够身体能够不要那么疼痛 在朴子医院担任护理人员的谢淑芬 想要为护理之家的长者们祈福 希望我在护理之家的阿公阿嬷 因为是我的家人 那我就希望他能很安稳地 很安稳地过他每一天 大令环保站也举办御佛典礼 蓝坛国中的辅导老师 特地带着学生们来参加 过往就常和学生们一起来做环保 认同此季的活动是最好的环境教育 其实进去的时候 还是闻到垃圾它的意味 那孩子他本身就会觉得 所以我们平常在跟他说 你为什么要垃圾要冲洗 要分类好 你就体恤别人 你培养你的同理心 喝完饮料都冲一冲 然后盖子把它分类 然后接下来就把它丢到 那个分类箱里面 像运动一样就是又可以打发时间 所以就又有乐趣 庄严法会不同于环保回收 但同样都是洗涤心灵和大地 或是学生们难忘的生活教育 大爱新闻之下 美之工嘉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